今天上午平溪区静同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了银法族俱乐部接牌仪式 上百人的场面相当热闹 而社区发展协会也期盼在银法族俱乐部成立之后 能够教导长者们泡茶泡咖啡的技术 经营起在地的咖啡茶馆服务居民游客 静同观传据点自去年成立 透过此季的协助开办共参与平甩工等长者服务 今天上午进行银法俱乐部的接牌仪式 希望未来能添足设备 让附近金童白石鼠狼的长者们都能前来散心交流 我们现在平溪的长者就是65岁以上长者 已经超过我们的人口的大概28% 那其中又很多长者都是独居老人或是两老乡医 那大部分的时候子女都在外面打拼 那一到五只有可能在假日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时间 拨空回来看看爸妈妈这样子 那所以在一到五的时间 那这些长者我们很希望提供一个场合 让这些长者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活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泡泡茶 这样子聊到自己的小孩子的成就 今天来参与我们这个青铜社区发展协会 银法俱乐部 那除了提供温安甚至还有这个成立 稀集的照顾祭典 可以结合老人的这些延缓私人 所以共餐啦问安啦还有关怀啦包括这个私人老人的一个这个健康处境都是很好的一个服务 我看平溪大概很多的老者都今天到这个地方来 尤其呢我们看到慈忌以及很多的相关外面的基金会的很多好朋友今天都一起来投入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英华俱乐部的接牌啊有那么多人来参与真的感到很欣慰 尤其林喜议员特别对这些老者相当的关心 最近也一再的跟社会局来要求希望透过我们英华俱乐部的成立 不管是社会局的经费也好议员的补助款的经费也好 一起都能够来投入这一块让我们很多的设施能够获得改善 也希望我们很多老者可以照到受到很好的照顾 现场场面热闹有泡茶体验社区自制加工食品展售 透过爱心进驻区长与副局长发起平安调试与月饼 希望在中秋节前夕让居民收获满满 英法俱乐部开幕那同时我们原来茶艺咖啡厅也是开幕就对了 因为我们老人家比较喜欢喝红茶还有喝咖啡 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开这个原来茶艺咖啡厅 那我们有供应咖啡跟茶叶这样子 那也希望说老人家从这个喝茶的过程中能够寻找到乐趣 英法俱乐部也设下目标希望教导长辈充怕茶叶和咖啡的技术 透过手作减缓身体的老化也期望经营野奶茶艺咖啡馆 让老人家能有个施展技术的舞台服务在地相近 记者夏浩文平息采访报导